小兩口在起樓下不斷拉扯男方手不斷抓著自己的肩膀 仔細看她的衣服早就被女友撕破 你再抄我臉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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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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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搞不清楚是在打情罵俏還是打架 女友直接抓著男友的頭髮 一拳一拳坐在她臉上 打到一旁路人 差點要叫警察 你應該幹嘛一直都說過啊 你不知道你們一個禮拜買來 好不好你是有錢的 叫你買去跟你們一起去 你去 事發在一號下午 新北市永和頂溪捷運站旁 拍攝的網友表示 疑似女方想要買兩萬元的化妝品 被男友拒絕 沒想到切了她扯罰咬人 還撕破男友衣服 當街連響巴掌 有聽到聲音啦 但我們沒有出去看 就是好像講話比較大聲 也沒有注意說是吵架 只是打成這樣 男方就看似心甘情願 也不太反抗 這對情侶的特殊相處模式 也讓經過的路人和網友們全看傻眼 TVBS新聞舞台 歡迎新視頻到 請訂閱按讚分享TVBS新聞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也請下載TV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